也是在13年15年有过两届世拼赛的经验 老祖赛当中和徐晨昊当时打到五局最后2比3输给徐晨昊 第一局两分其实 这样11比7周云 拿下首局 其实第一局两个人都还是没有完全打开 双铜牌 15年的苏州市平赛呢 是搭档梵震东打进了决赛 这球防得很硬 落点不错 落点不错 打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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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倒开 快点 快点 开始翻逆旋转 分手相持 最后周瑜 这是一个运气 仗11比8周瑜又拿下了第二局 双方目前打成2比 会被对方回头反而是给到大角度 嗯 这球不错 偷了一 开始翻逆旋转 比8 机会 战6比10落后 接发球直接抢了 这样12比10 陆贤城扳回一局 手移上了显得不好 怎样去摆脱这样的局面 下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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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 好 好 这是个运气 都是身兼了多项 其中男运动员是身兼四项 女运动员是身兼三项 数啊轮次也是最多的 体力消耗确实也比较大一些 还是在控制 人手极长 在发这个正手的短偏侧上 张周瑜在前两局2比0领先的前四局呢 两个人是打成2比2 连续拉住反手 还是在了 也比较不适应对方的球 看看周瑜现在怎么去摆脱这种困难 为朝鲜队拿到了男团宝贵的一分 开始发生短 开始发生短 对决 对决 我们变成连班三局 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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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漂亮 哎哟 嗯 跑发在场上喊了起来 这里是正手短的调打或者是快劈底线 反正旋转 8比9 换到中路位置来发 漂亮 漂亮 秦城对拉 这样4比2 朝鲜选手卢贤城在0比2落后的情况下 连班四局 淘汰了中国选手周宇 也是爆出了本届军运会南单赛场上的首个小冷门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